你没心吗 你没有耻辱感吗 人要见到什么地步 要别人这样来羞辱自己 画面中被图磊怒斥着的女孩 名叫小李 那么她到底做了什么事 竟惹得图磊老师说出这样的话呢 原来就在她对男友小江的不断控诉中 众人得知了这样一件事 每一次你都说失踪就失踪 说没了就没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又怀孕了 而且医生说可能是双胞胎 她不同意啊 那么小李为什么会这么怒气冲冲地控诉男友呢 家住湖南的小李 今年29岁 已与男友小江有过一次分手 并且复合的经历 可就在不久前 两人却因为小李怀孕 而男友却要求自己必须打掉一事 再次发生冲突 最终导致了分手 然而小李却觉得 不能让自己的感情白白付出 所以他只好求助到了节目组 希望能帮助他弄清男友的真实想法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经过主持人的询问 小李坦言道 自己当时也不想把孩子给留掉 也是了很多种方法 祈求男友留下孩子 可最后还是抵不过男友决绝的想法 所以就忍痛把孩子给做掉了 而听闻此话的小江 急忙辩解这件事并不怪自己 那么小江为何会出此言呢 两个人相处没有问题 但是他现在这种情况不适合成家要孩子 小江认为 他们两个的感情并不存在任何的问题 只不过要孩子的时间不太适合 所以面对女友执意要留下孩子的想法 他表示并不赞同 然而现在女友为了两人的爱情 已经打掉了孩子 为何他还是执意要与女友分手呢 我觉得我们如果在一起相处的话 没有问题 但是他要执意地说有意外了 说这孩子一定要要的话 我觉得还不是 你是推测责任 现在不是没孩子了吗 现在没有孩子 我们如果在一起相处的话可以 但是如果说到结婚 说到要孩子 他现在这个心理状态 身体状态都不合适 你想想 打个比方如果再出现意外的话 比如说怀了孩子 这个时候为什么又会出现意外啊 那这个 你没受过教育啊 这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并不是我设计好要陷害的 知道吗 不是说你设计好要陷害啊 虽然小江极力地想把责任 都推到女友的身上 坚决认为都是女友一意孤行 才导致如今这个难以言说的局面 但是很明显的是 众人都是明智之人 所以主持人立马就对小江提出了质疑 然而小江还是死心不改 一直推卸着责任 面对这样没有责任心的男人 小李为何还不与之分手呢 其实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你给我们说一下吧 我们俩从开始认识 是他朋友介绍的 没认识多少时间 然后我就怀孕了 当时你是怎么对我的 没怎么对你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他当时跟我说 这个孩子不能要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开车走了 然后一个刹车不小心 把孩子就掉了 据小李所说 其实他与男友之间的恋情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问题 只是当时的男友 还一直用甜言蜜语哄骗着自己 所以他才一直深爱着男友 并为其做了许多傻事 原来就在他们第一次分手之时 两人就是因为孩子一事发生过冲突 因为当小李第一次怀孕后 他便欣喜地便与男友 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然而小江知道女友怀孕之后 并没有欣喜之意 反而是非常冷漠地 让女友打掉孩子 于是一气之下的小李便开车走了 可谁知 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他的一个急刹车之下 他就发生了意外 虽然他的闺蜜和其朋友 快速地把他送往了医院 但是最终孩子还是离开了他 然而 对于女友的流产 小江却表现得不为所动 不仅在其住院期间 没有看望过一次他的安危 而且在他出院后 小江表现得还很是冷漠的样子 面对男友如此漠然的行为 小李心如死灰 那么对于女友的质问 小江又有何解释呢 我们两个认识时间非常短 感情基础也很薄弱 你现在要这个孩子 对你对孩子未来都是不负责任 太冲动了你知道吗 如果为了今后的这个生活来着想的话 你不应该要这个孩子 对于女友的流产 小江表示他自己也很是难过 可是一想到自己与女友 才刚刚认识没多久 他们的感情基础还过于薄弱 基于这个情况下就要孩子 这实在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 而女友的坚持几件 非要孩子一事 他也认为女友实在过于冲动 所以他才坚持让女友打掉的 最后他对没去看女友一事 也解释到当时是他因为工作太忙 所以才没去的 听闻这话的主持人都激动的 连连问到小江为何要说女友冲动 经过这件事以后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你确实想跟我在一起 我也认为我们两个性格还是比较合适 后来我就把你领到我父母家 但是等你到了我父母家之后 我发现你又非常非常任性 你根本就不理智 对于主持人的疑问 小江表示 都是女友太冲动了 所以才导致事情的发展 那么不受控制的 他认为 如果当初女友能够静下心来 和自己商量一番 那么或许这个孩子就不会留掉 可是事事难料 现在所有事情都已经无法挽回 而且正是因为此事 他也明白了女友是真心爱着自己 于是他也下定了决心 带着女友回家 可女友的形式也再次让他明白了 两人只能谈恋爱却不能结婚的事实 听闻此话的小李立即反驳道 自己并不是不懂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哪有女孩第一次上男生家里就做饭的呀 我不用你做什么东西 你只要去到厨房啊 到厨房啊 那我当时不是帮了吗 你做的那点轻轻点水你都算不上 听闻两人的辩驳 众人才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然而这件事本来就是小事 怎么还被他们上纲上线了呢 然而这件事还没有辩驳清楚 小李便又说到一件事 而这件事更是让他觉得 跟着男友是非常错误的选择 那么小江又做了合适者的女友生气呢 我想第一个情人节 咱们应该一起过对吧 我打电话约了你你也同意了 但后来你怎么做的 等到你凌晨一点多你都没来 回忆往事 小李委屈的说道 男友对自己的种种冷落 但是面对女友对自己的控诉 小江却立即解释道 自己那天没去的原因是因为陪了客户 所以喝大了才没去的 并不是故意不去 而且之后两人还通了电话 他也不明白女友为何抓着此事不放 然而小李听到男友的此番解释 更为生气 小李坦言道 经过此事 他便与男友说了分手 可当时说分手的话 并不是他的本意 可谁知男友竟然非常爽快地同意了分手 于是他便没有退路地接受了分离 但是没过多久 男友竟然又再次找到自己 与自己劝和 虽然他的内心很是挣扎 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经受住男友的甜言蜜语 于是两人便又复合了 可是就是这次复合后的不久 他竟然又再次怀孕 然而男友却又想让自己把孩子打掉 无奈之下的 他只好找到男友的家人 想要他们给个解决方法 可男友知道自己去找他的家人之后 态度便更加恶劣了 这是为什么呢 难不成是小江不愿负责吗 如果你不要这个孩子 我们可以在一起 如果你执意要生这个孩子 那我们不能在一起 这就是说我为什么说你一直没有准备好 你处理这件事情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意识都不对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还没解决好呢 你就去找家里人 他们能解决什么问题 小江的一番话震惊了全场的人 他用轻描淡写的语迹 就把责任都推给了女友 认为都是女友的不懂事 所以才导致了事态发展的如此严重 可小李听闻此话之后 却表现得心痛万分 他不明白为何自己对男友付出了这么多 得来的竟然是这样的说法 然而在场的众人却不是心下眼盲之人 于是纷纷对小江进行了谴责 你要是我妹妹的话 我把你关起来也不让你跟她继续交往了 因为你刚才说了 这两次意外都是她不小心 女人为什么会有意外 这是两个人的问题 我没有赖个她身上吧 好 两个人的意外 好 确实这女孩太不爱惜自己了 我觉得她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 找到了一个既不爱惜她的男人 同时她在这个男人面前也丝毫不爱惜她自己 所以我倒觉得其实 如果你真的不能够给这个女孩以未来的话 就话说清楚 别彼此耽误 喜欢就为一个人负责 不喜欢就干干净净的断清楚 女孩你也有点骨气 女人也应该爱自己一点 苏勤老师从多方角度点评了 两人恋情之间存在的比断 可是小江还是坚持几件认为错不在自己 于是便导致了图雷老师不愿和小江沟通的一幕 其实我也不想多说 我不想与她说话 跟你说话 我经过各种各样的海誓山盟 我从来没经过这样的海誓山盟 原话是这样的 你把孩子拿掉我就跟你在一起 孩子是你身上的肉 换而言之就是你要挨一刀 这句话再简白一点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 你多自己一刀 于是你傻得又自己多了自己一刀 还多了两刀 你没心吗 你没有持入感吗 人要见到什么地步 要别人这样来羞辱自己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呢 值得吗 而人家打你一巴掌 还要你自己剁自己一刀 然后再跟你在一起 你还劈哩劈哩劈地跟着他 你有自尊吗 回答我 你有自尊吗 有 那你的自尊在哪里 是在维护自己的孩子 维护自己的幸福 维护自己的尊严 你的尊严在哪里 我不是为了批判你 我是要调醒你 你的自尊在哪里 我从头到尾 从你跟叙述 你跟他所有的事情 你没有一丝一毫的自尊 别人打你也好 骂你也好 羞辱你也好 羞辱你就羞辱你了 把你骗回来就骗回来了 让你把孩子做掉 你就把孩子做掉 你有自尊吗 别人不心疼自己 自己能不能 自己稍微把自己当点人看 好吧 就这样 土老师的直言不讳 不得不让人感受到 他在认真地爱护小李 希望小李能够迷途之反 远离对面的渣男 然而小江却表示 导师们都是站在 女孩的角度想的 所以一直认为 他是受害者 才对自己的行为训斥的 于是他便对自己 进行了辩白 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最关键的 最幸福的是长久的婚姻 在这个长久的婚姻里 没有人能把它作为一个 工业产业化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受伤害了 就一定要在一起 怎么样 磨合呢 肯定是磨合 但我真的不是 特意要伤害他 小江认为 他与女友之间 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感情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都需要两人的慢慢融合 才会有所改善 但是一旁的赵川老师 却表示再也听不下去了 于是便直言问到小江 能不能给小李一个直白的解释 但是小江还是没有明确的表示 愿意放过女友 只是说以后会改的 那么对于男友的一番言辞 小李心中又是怎么思考的呢 其实我们在一起大概一年多了 我对你其实也挺喜欢挺在乎的 对你做那么多 还是想跟你在一起的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性格 还是比较投缘的 但是我认为面对婚姻的话 面对孩子的话应该更理性 虽然有的时候比较残酷 听闻此话 现场的众人都不免为之心急 于是主持人便开启了求助之门 可是女孩却没有选择求助 反而是男孩选择了求助 并且求助的对象还是涂雷老师 于是涂雷老师便心不甘情不愿地 对他进行了劝导 你求我 还是我求求你吧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像一个男人一样的离开 我不去质疑说你们之间 有没有真正的爱过 我也不再去赘述 你曾经所做过的那些 我看不起的那些所谓的事情 你有你的价值观 但我还是那句话 做人可以犯错 不要错以至此 如果你今天能够抬脚离开 我保留对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尊重 就这样 最后 经过众人的不断劝说和训斥 两人都决定放过对方 不再继续下去这段病态的爱情 而这个结果 也或许是最明确的选择 正如赵川老师说的那样 有人能直面自己的内心 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爱的基础是真心与真爱 而真爱无真的话 那样还算爱吗 如果爱就深爱 不言放弃 你我永相伴 幸福方显 莫要相爱却相礼 你也伤心我也难过 身心不易 如果不爱就离开 彼此无爱 相伴义无重 徒留悔恨 莫要不爱却相伴 你有目的我有想法 身心不易 莫让爱情沾染了灰 也为幸福会褪色 请用真心去相爱